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因此宣布大举速摊 包含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部副部长等等也随即请辞 因为这几天正值欧洲争论是否援助报二战车 泽伦斯基的大动作也像是在对西方表明 乌克兰不会乱用援助 乌东盾内刺客民宅又被炸到西班岸 就连居民受访都听得见爆炸声 这次攻击共造成四人受伤包含两名小孩 不过目前俄罗斯似乎还是只能从远处万轰 前线的战况其实变化不大 俄罗斯去年10月大举征兵30万人 但一年来死伤数恐怕突破10万以上 乌克兰情报点出俄军最大的问题 还有指挥层混乱 不过乌克兰内部也并非毫无问题 近期有媒体指控乌克兰国防部在采购军粮食射滩 24号泽伦斯基在讲话中强调要严厉打滩 而话才说完就有多位高官宣布请辞 当中包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提摩申科 提摩申科过去经常现身镜头 先前地面部罗公寓遇袭还亲自作证 乌克兰总统顾问向CNN证实 已经有7名乌克兰高层被免职或辞职 包含国防部副部长和副检察长等人 由于近期欧洲才争论是否提供乌克兰暴二坦克 这波人事调动也被解读像是要安抚西方 表明所有国际援助都会被有效利用 TV新闻综合报导 既穿普拜登之后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也卷入文件门的丑闻 彭斯的律师表示彭斯是在伊迪安纳州的家里 找到一箱机密文件 不过他们认为这批机密文件 是无意中被装箱运到彭斯家里的 只是彭斯在月初才强调 自己卸任后没有拿走国家文件 这次新发现等于打脸当初的说法 美国前副总统彭斯 一月初在自传签书会上谈笑风声 没想到现在他也卷入机密文件门 继川普和拜登之后 彭斯成了第三位 私藏机密文件的美国正副总统 根据彭斯律师说法 他伊迪安纳州的家中 找到交代封存的箱子 里面有少量机密文件 就完全打脸几天前自己的说辞 文件内容和主题目前还不得而知 彭斯律师说 他们已经全数交还国家档案局 还强调机密文件 是无意中被装箱运到彭斯家里 美国FBI已经介入调查 只是美国司法部长却雨带保留 拜登自己也深陷泥闹 最新搜查又在他德拉瓦州家里发现六份文件 连两任总统卷入文件门案 恐怕再度重创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 TVS新闻众报道 欢迎带来国际最新消息 即美国加州三起枪击案之后 华盛顿州也传出枪响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 而根据枪击案的地点位置 就是西雅图一家便利商店 枪手在当地凌晨闯入店内后开始射击 离开时又朝路人开枪 枪手据称是一名21岁的男子 名叫哈多克 警方表示枪手疑似是随机攻击 犯案后一度从加油站偷车逃逸 在落网前自强身亡 而美国加州再传枪响 旧金山半月弯一处农场金船枪击 至少造成7人死亡 详细情况连线给国际组记者严馨仪 美国加州当地时间周一再度发生大规模枪击 地点位于旧金山半月弯的一处农场 画面上是景区外围的一处停车场 警方朝着一名男子靠近 接着瞬间将他压制在地 被捕的是一名67岁的华裔男子 名为赵春莉 他接连在两家农场开火 造成七死一重伤的惨剧 死伤者都是华人农工 其中有四人据报是嫌犯同事 警方在他的车内找到犯案枪支 不过杀人动机还在调查中 疑似是案同事起冲突 心生不满而开枪 由于案发时正好是放学时间 有不少儿童亲眼目睹 恐慌情绪不断蔓延 加州除夕财报五厅枪击 夺走11条人命 作众纽森就在推特发文 他本来在医院慰问五厅枪击案的伤者 结果就又发生新一起枪击案 纽森也喊话联邦政府必须对枪支寄出更多限制 以上是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大年初四寒流持续发威 今天全台都很冷 凌晨时阳明山虽然没降雪 不过也下起冰线 气象局就说明 今天清晨最低温 本岛落在嘉义市的4.9度 各地气温也都很低 北部入夜还可能只有10度 初五回暖之后 初六可能又有新一波的寒流接力 凌晨一点多 大人小孩很兴奋 蹲地上仔细观察 原来是因为阳明山下冰线了 仔细看停车场白茫茫一片 车子上宛如撒上糖粉 感觉起来很浪漫 寒流来袭 台湾有多处高海拔区域都降雪或冰线 大年初四 各地也持续冷嗖嗖 清晨各县市还出现10度以下低温 包含嘉义农事所4.9度 台北各地下探6到7度 气象局也说初四北部 整天约10到14度 东部11到14度 中部11到18度 南部则是12到20度 全台温度都低 陆夜北部还可能只有10度 中南部11到12度 阳明山因为还是有一点点水汽 所以温度跟水汽条件 如果适合的话 还是有一些 可能还是有下边线的机会 然后因为水汽比较减少 所以整体的几率上 还是会比较低一点点 初四还有没有降雪机会 气象局说得等水汽充足 但到了初五 温度会稍微回温 各地多云道晴 初六星一波寒流 或强烈大陆冷气团 接力来袭 下一波冷空气主要是在27号渐渐的南下 所以27号整天北部 都是一个再降温的过程 所以会越晚越了 那在28号的清晨 29号的清晨 这两天 北部的温度相对于全台各处 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 只是下波寒流想降雪 机会可能没这么大 冷天得持续到下周一周二 各地气温才会回暖 全台冷气气 处外走春 衣服外套 得包紧紧 台北新闻 毛翔章会先 台报道 寒流来袭 台东向阳也成了雪白世界 不仅树木草地都被染成了白色 连派出所都变成雪屋 深夜架下冰线让游客又惊又喜 好多人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景象 知乎只有在国外看过 不过林务局也提醒 向阳山区的体感温度只有-3度 若民众要一睹其景 得多加注意保暖 树木树叶被冰线覆盖 连草地都变成白色 置身在银白世界 让山友又惊又喜 拿起手机记录这一刻 这里是台东向阳山区 位于南横公路 民众相当惊喜 特地在积雪的长椅上 盖上手印留下特别回忆 向阳国家森林游乐区 变成雪白世界 连派出所都变成了雪屋 游客从各地前来 就是想赏雪景 虽然没降雪 但冰线也让山上变白色 仿佛置身童话故事 把冰线捏成球状 开心玩耍 这波寒流带来的低温 汗水气 让向阳山区降下冰线 从清晨下到早上六点 外头白雪哀哀 犹如仙境一般 替代温度仅仅-3度 台东林物局也提醒 要到山区追水的民众 要确认沿途路况 注意安全 另外在新竹尖石 则是下起了 今年的第一场雪 新竹县尖石乡 与老部落从24号晚上就飘雪 直到凌晨才停下 山头被白雪覆盖 如梦似幻的景象 吸引民众上山追雪朝圣 让人直呼不用到高山 就能赏雪 一早也吸引不少游客 直至初后 积雪逐渐消融 要开车上山 也得小心失滑 TVBN新闻留警员 陈世明台东新主采访报道 日本北海道 位在中部的续川 同样大雪纷飞 还有相当知名的续川动物园 这座日本最北动物园 住着一岁多 可爱的北极熊宝宝梦梦 也有冬季限定的 企鹅大队出门散步 带您去看看 小北极熊梦梦长得头好壮壮 最近开始跟着妈妈 来到活动区四处走动 梦梦精力旺盛 追着橘色的球跑跳完 还会直接一头栽进水里 顽皮的梦梦在2021年12月诞生 个头已经不小的他一刻不得闲 满场奔跑 下水翻滚一圈又跑上岸 让场边的游客惊呼连连 续川动物园是日本最北也最有人气的动物园 强调能够亲近动物 而且不影响他们作息 来到这里更能亲眼见识到许多极地动物 像是小北极熊梦梦 游客就能从户外高处室内的大玻璃旁 观看到他玩耍跟在水里的一举一动 再来看看去川动物园冬季才有的重头戏 就是企鹅出门 每到下雪天 原方为了避免国王企鹅运动量不足 加上得在繁殖旗到来前 让他们储备体力 每天两次固定时间集合 工作人员会带领企鹅在园区散步 来回500公尺的路程 企鹅队伍大约会摇摇晃晃 走个半小时 模样相当可爱 去年下半年开始 因为各国边境解封加上日币贬值 日本各地陆续涌进来自国外的游客 北海道也是一样 官员很喜欢日本 解封以后第一个想去的国家就是日本 超过50% 然后我们预测是明年日本应该会恢复到 2019的70% 走一回续川 市区车站前长达一公里的平和通买屋公园 已经有50年历史 是日本最早的行人专属徒步区 周边餐饮百货林里 传统餐馆餐食摊与特色时尚店家 吸引不少人的注意 续川的最高楼是新野集团 在北海道第一间都会行旅馆 登上楼顶可以眺望整个街区夜景 和绝佳的银白世界景致 为了迎客上门 饭店走的是结合在地精神的温暖风 手工至超大旅游地图墙 专人带领的导览服务 大厅水龙同专区也真的有茶水可以倒来喝 旅馆跟设有续川专属的企鹅房跟北极熊房 供游客入住 不同于札幌的热闹繁华 续川这个道内第二大城 其实是前往美英 岑云霞 富良也等地的中继点 而它更多了一点游闲 让游客漫游之余 也爱上这个北国的水质城市 地区别新闻 华少平徐启方 日本北海道的采访报道 到日本旅游 当地的风俗民情真的得注意 有网友就分享了 有朋友到日本的饭店泡汤 却被工作人员制止 以为是被找麻烦 于是就做事拿起椅子 惹得店家报警处理 后续才发现 原来是因为他身上有大面积的刺青 而日本规定是不开放刺青者 到大众池泡汤的 因为会让他们联想到黑社会人士 天冷泡温泉 整桶热水往身上泼很舒服 尤其正值春节期间 很多人会到日本旅游体验泡汤 但却传出这样的酒分 有网友在脸书发文 说朋友在日本度假过年 陆处饭店要踏入温泉时 却被工作人员大吼制止 朋友因为听不懂日文 以为被找麻烦 拿起椅子 做事要反击 没想到因此惊动业者 报警处理 事后原因曝光 原来是因为朋友身上有 大面积刺青 店家会怕这个 因为在日本刺青的大部分都是黑道人士 所以他会怕客人会害怕 对于黑道人士是不要说是这个划清界限 简直就是断绝关系 旅游达人说在日本有大片刺青 容易让人联想到黑社会人士 因此绝大部分都禁止刺青人士泡汤 但也有部分饭店会给刺青贴纸 让当事人盖住 旅日纠纷 还有这一起 一名网友到九州福岗吃拉面 他说当时下雨店内没客人 位置又小 因此六个大人点三碗拉面交替吃 女生们先在外面雇小孩 劳工吃一半 换老婆去吃时 却被吧台大喊 不准交换吃 让他很傻眼 不过其实在日本当地习惯 就是一人要点一份餐 至于韩国旅游也要注意 碗子不可以捧起来吃的 这样子有点像乞丐 所以他们都是把头低下去 去以口就碗来吃 也必须一人点一份餐 而小菜可以吃到饱 但吃不完打包 可能着收包财费 民众外出旅游 体验不同风情 也得尊重个别文化 提北新闻 王翔章卫贤 台报道 全球第一线 线上邀请到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 翁吕中副教授 教授好 小金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想要请问老师的是 美国加州三天内 两度发生枪击 死伤惨重 其中令人关心的是 凶贤都是亚裔 而且在此同时 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 昨晚公布入围名单 以亚裔为话题的 妈的多重宇宙入围 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 11项提名 教授您在美国最能体会 亚裔面临的挑战 目前在美国最大的难处 是什么 是 亚裔确实在美国 现在我们看到 尤其在影视娱乐的场域当中 可以看到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多 而近年来族群平等的问题 在美国虽然是非常严重 但是亚裔的这个声音 确实也逐渐的在抬头 当然在疫情过程当中 我们也听到了 不少亚裔人士遭到了歧视 或者是不平的对待 整体来说 如果我们要看谈亚裔的问题 这个问题蛮大的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分成 不同的年龄层 来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对于亚裔人士来说 尤其是我们最近看到的 在加州发生的这些枪起案 大部分都是发生在 所谓的年纪比较稍长的族群 那也是所谓的 第一代的亚裔的移民 对这样的一个族群来说 他们是第一代移民 他们来到美国的时代比较早 当时他们受到的 比较不公平的条件 比较不公平的对待比较多 但是在他们当时 这个语言隔阂 造成他们并没有办法 真正的融入到美国的社会 也就导致了亚裔的社群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 跟外界的连结比较有限 可是也就因为这样 这样的一个族群 这样的一个世代 可能他的感受 相对的剥夺感会比较重一些 尤其是 当他遇到所谓的歧视 或者是现在 像是现在这个近期的疫情的时候 他们在心态心理上面 可能就会遇到比较大的挑战 再加上年纪稍长 对于人生 对于整个心理的状态上面 可能排解的方式 并不如年轻世代来得容易调整的多 所以导致这次我们看到 比较不幸的事件发生 当然也受到了整个外部 整个美国枪击事业事件频传 枪支非常容易取得 连带的让他们的行动上面 可能也出现了比较跟过去不一样的部分 所谓的跟过去不一样 是指过去的亚裔基本上在美国 是被认为是一个模范的移民 可是现在看起来亚裔世代 也有在行动上做出一些改变 我们说年长的世代 比较没有办法融入美国社会 年轻的世代虽然努力的 或者是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 但是玻璃天花板的情况还是存在的 年轻时代的亚裔就像就如同其他的少数族裔一样 在美国的社会虽然地争上游 虽然在各行各业都有很好的表现 但是研究跟实际的状况都显示了 无论在科技产业 我们知道像是矽谷的企业 或者是在政界甚至是教育界 事实上玻璃天花板的状况 并没有因为时代的眼镜 而真正的完全突破 刚刚主播有提到 在奥斯卡上面看起来 新的亚裔主导的电影 取得了比较大的一个成绩 而且也受到了各方的重视 是不是真的能够打入美国社会 让美国主流社会 全面的去正视所谓扫数族裔 不只是亚裔 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遇到的挑战 我想这还需要一些时间 毕竟像是美国的非裔美国人 到目前为止 仍然有感受到族群的不平等 更不用说拉丁美裔 或者是其他的族裔 亚裔就是属于少数的族裔 所以现在不同的世代 面临不同的挑战 整体来说 在美国这样的移民社会 要看到全面的公平 恐怕难度还是蛮高 短期之内 我们可能还需要亚裔的族裔 亚裔的美国人 恐怕在美国还要努力一阵子 才能够真正的朝向 比较平等的社会 比较平等的生活条件来迈进了 那继续要看到的是乌尔战场 昨天教授为我们分析了 德国要不要给乌克兰战车 几经反转 现在最新的讯息是 美国也准备要启动程序 提供乌克兰数十辆M1 爱布兰战车 教授如果这些地面重装备 进入了乌克兰 这显示战局将进入什么样的局面 再请教老师 战局将进入什么样的局面 当我们地面上出现了更大的援助 战局恐怕会出现更加激烈的状态 因为俄罗斯其实在最近 已经在加紧猛攻了 所以西方国家 也就是美国德国 现在做出了新的决定 在地面部队上面 给予更多的坦克 当然呈现的代表的意义是 乌尔这场战争 将会在地面上也展开更多的激战 那我们可能会问说 那德国为什么会改变心意 在整个欧洲的压力之下 德国他做出了一些调整 最关键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 美国也愿意投入相对应的坦克 作为一个保证 让德国也开始做出调整 为什么现在乌克兰这么需要 来自外援的坦克 尤其是坦克呢 首先乌克兰在需求上面 确实出现了一个极大的需求 战场上面按照统计 每个月乌克兰损失的坦克的 坦克车的数量高达了140辆 乌克兰并不是没有坦克车 但是乌克兰的坦克基本上是来自于前苏联时代 也就是旧制的装备 首先它的坦克比较老旧 再来在维修的补给上面 因为年代的久远 所以零件的补给上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 再者旧式的坦克 它所需要的燃料 其实是非常的耗油 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乌克兰其实是非常需要地面作战的一些好帮手 那当然坦克就是最重要的武器 来自德国跟美国的坦克 变成了乌克兰如果真的想要反攻 或者甚至是守住现在地面上 现在已经收回的一些尸土 事实上坦克的作用会是蛮大的 那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 我们昨天有特别分析过 德国为什么会犹豫不决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德国当年在出售所有的坦克 德制的坦克的时候 跟对外所有的国家 在军售的合约上面都有特别显示 德国的坦克一旦出售之后 如果这个国家想要把这个坦克再出售 或者是转借给其他的国家 都必须取得德国的许可 这是德国出售坦克的一个附加的条件 就因为这个条件 让德国非常的犹豫 到底要不要让做出这样的一个坦克出让 或者是坦克交给乌克兰的一个决定 原因是因为这个条款 基本上代表着 如果任何国家让把德国的坦克 借给了乌克兰或者送到乌克兰 就等于间接的是德国的末 德国允许 甚至是德国投入战场 那当然我们说过 德国非常务实 他们想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避免直接跟俄罗斯 产生这些所谓的军事上面的冲突 或者是误解 不过德国也曾经说过 如果美国愿意做背书 如果美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 德国就会调整他们的步骤 很显然的美国在现在乌克兰 急需的这个极度的需求 以及真实战场上 如果真的要让乌克兰能够继续维持 这个战场上不要失利的情况之下 美国愿意给予更大的承诺 当然也连带着 让德国也大胆的做出一些调整 但是如同我们所说的 当美国跟德国的坦克 都投入乌克兰的战场的时候 基本上也代表着乌俄之间的战事 在地面上 过去是空袭 但是现在在地面部队的作战 恐怕会更加的猛烈 接下来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到二月到三 二月跟三月呢 恐怕我们看到的 会是更激烈的战火 这个对于我们期待和平来说 只能说希望这一波的攻势 结束之后 双方真的能够赶紧的冷静下来 那军事上其实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现在乌克兰传出 自俄军入侵以来 最引人注目的贪腐指控 使西方对基辅政权的支持热情 有减退之余 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目前乌克兰高层和交地层的官员 正在进行人事异动 要请问教授 您怎么看乌克兰这样的内外交迫 实在确实是一个内外交迫的局势 这则新闻传出来 对乌克兰来说当然不是好事 事实上乌克兰在乌俄战争发生之前 被西方国家诟病的重点 重关键原因就在于 乌克兰内部的贪腐的情况非常严重 根据一份统计显示 在乌俄战争开始之前 一般的乌克兰的一般的民众 有高达38%到42%的乌克兰家庭 连一般在生活上面 譬如说到护政事务所来办一些公共的事务 都必须要施以一些小会 来进行一些小小的贿赂 才能够加速他们的行政作业 可以看得出来 乌克兰其实在战争之前 是有高度的贪腐的问题 战争发生之后 大家虽然没有把重点放在这里 但是现在看出来 乌克兰的内部确实也出现了 又回到了贪腐的情况 并没有真正因为战争而共赴国难 相反的反而是有人在大发国难财 根据外国媒体现在的报道 像是乌克兰重建部的部长就挪用了所谓的来自西方国家的重建基金 而乌克兰的国防部副部长也涉嫌可能挪用了军粮的预算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就纷纷的辞职 可是如同我们所说的 这件事情为什么变成内外交迫 而且乌克兰总统斯基必须要赶快去做处理 首先第一是他所传递出来的讯号是 西方国家给的援助也许没有办法真正的到位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国会 尤其是共和党不断的在强调 美国给乌克兰这么多的援助 到底这些经费落到了谁的手上 这一则新闻事实上传递出来的 正好就像是西方国家的担忧 如果给的钱是被拿去摊 被挪作不同的地方的使用 甚至是变成贪污者的 进入到的贪污者的口袋 对于未来乌克兰是不是还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 就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另外一个值得观察的重点是 在现在乌克兰乌俄战争 还在这个持续之际 内部的高层的官员居然出现了这样的贪污的现象 恐怕它代表的也是内部可能出现了团结的问题 或者是士气的一些变化 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 如果说内部的官员都在想着自己的后路 可能代表的是乌克兰内部 尤其是泽伦斯基的领导 身边的这个领导的团队也出现了一些松动 未来泽伦斯基在发现了这个贪污情况之后 是不是能够真的利用这一次快刀斩乱吗 完全的根除后患 我想这也是后续值得观察 当然也是西方国家考量 到底要不要持续支持乌克兰的一个关键原因 那我们继续把镜头转到另外一场世界的焦点 也就是瑞典的反土耳其示威活动 彻底惹怒土耳其总统爱尔段 导致瑞典要加入北约进程遭遇瓶颈 对此芬兰今天首度松口表示 将被迫考虑在没有瑞典的情况下 独自申请加入北约 要请教老师 你怎么看芬兰与瑞典切割 以及芬兰想要加入北约的急迫性 请问老师 是芬兰想要加入北约 我们还是得回到国际政治的现实 因为乌尔战争开打至今 已经真的将近一年的时间 对于芬兰来说 它的边境跟俄罗斯有接壤 对它来说 它一直都觉得如果能够加入北约 尤其是它当芬兰决定要加入北约之后 一直都觉得如果赶快加入北约 对于芬兰而言是国家安全保障 可以多一道保障 但是因为芬兰跟瑞典是同时加入的 所以一般外界都认为说 这两个国家是合作一起来做申请 当然瑞典一开始 也没有这么大的争议 想不到近期的这些抗争的事件 让在隔壁的芬兰越来越担心说 会不会自己因为瑞典而无法加入北约 所以今天这个芬兰的外长才会传出 芬兰必须要重新考虑 是不是一定要跟瑞典一起加入 才会提出申请 那当然美方也是希望说 这两个国家能够好好的跟土耳其来做协调 只不过如同我们所分析的 土耳其跟瑞典现在的关系 基本上是陷入了僵局 所以芬兰的外长虽然提出来 可能要自己来考虑芬兰自己先加入的这样一个条件 但是芬兰外长后来也重新的再去做一个论述 强调的是现在土耳其跟瑞典之间 可能需要一个timeout 也就是需要双方冷静 暂时的稍微把这个会议延后一些 芬兰现在虽然希望能够加入北约 但是愿意等待瑞典 所以情势是不是真的是让芬兰会自己投入北约 恐怕还要再持续的观察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要看 土耳其到底能不能够改变它对瑞典的态度 如同我们之前所分析的提出什么样的条件 瑞典愿意做出什么样的松动 那其他的西方国家有多么愿意支持瑞典 甚至是提出不同的这些利益 来让土耳其愿意对于瑞典松绑 恐怕都是观察的指标 尤其是像是美国是不是愿意出售F16 这个恐怕也是土耳其会去做考量的交换条件 如同我们所说 北约组织现在因为乌尔战争 变着更加的积极的想要扩张 积极的想要拉拢 像是芬兰像是瑞典 都能够进入到北约组织 让它变得更强大 但是土耳其现在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因为对土耳其来说 俄罗斯也并不见得是全错 这种综合综合和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 导致乌尔战争 它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角力 战场上的争斗 事实上外交上面的角力 恐怕才是真的让人伤透脑筋的部分 那接下来看到这个讯息 可能跟台湾有点关系了 刚刚通过的欧洲晶片法案非常有趣 其中包括一条罕见的修正案 要求欧盟展开晶片外交 老师您怎么看这个法案对台湾来说 有什么有利之处 对台湾有什么有利之处 首先我们说像提出这样的晶片法案 至少反映出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台湾的晶片产业 确确实实在全球是站在龙头的地位 所以其实全世界不论是任何国家 只要需要晶片的 基本上都会希望在产业链上面 是不是能够跟台湾 或者是跟亚洲的其他国家 能够进行一些交流 或者是挂钩来确保自己的产业链 可以持续的生产晶片 不受到这个运输的影响 或者是不受到其他变数的影响 如果可以把台湾 日本韩国这些生产晶片的公司 能够让他们在欧洲 让其他的在他们自己 所靠近的地方进行生产 基本上这是各国现在一个 权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因此我们说从这样的一个提案 可以看得出来亚洲确实是在 晶片产业链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台湾是龙头的地位 那第二个可以去思考的重点是 现在欧洲事实上如果台湾可以跟欧洲 进行一些连结 从晶片的部分事实上可能可以做到的是 在整个这个交易的可能性 市场会变得更大 对台湾当然是比较有利的 当然我们讲的是从经贸的角度来出发 单纯看经贸的角度 单纯看我们在晶片产业 或者是未来的半导体产业上面 如果市场可以扩大到欧洲 如果真的在欧洲设厂 无论在技术的合作还是市场的交流 事实上都确实会对台湾 造成一些有利的影响 毕竟它扩大了市场 扩大了利基 但是话说回来 毕竟台湾是把目前是把晶片 作为护国神山 作为护国产业 也就是说如果台湾的晶片产业 到了这些国家设置了工厂 这些国家有未来能够得到 这些在地供应的晶片 是不是在安全的考虑上面 仍然会为台湾提供更多的安全协助 还是说他们取得了他们所需之后 剩下的或许就会变成 比较口惠而实不至的外交援助 这是我们台湾在考虑 所谓的晶片外交的时候 能不能够化被动为主动 甚至是因为我们有晶片的优势 能够主动的出击 要求欧洲国家先拿出一些 比较对台湾有利的筹码来做交换 这个考验的就是台湾的战略智慧 以及到底如何能够在外交上面 运用一些手段 虽然台湾相对是比较小 但是我们确实在晶片上面 既然拥有优势 这个晶片外交恐怕就不会是欧洲单方面提出 单方面想要取得利益 台湾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也许可以多思考一下 怎么为台湾来争取更多的利益 这才是我们所说的晶片外交 不是从欧洲提起 而是从台湾来思考 所谓台湾的晶片外交策略究竟是什么 这个大概是台湾需要去思考的部分 非常谢谢老师从美国带来的全球局势分析 接着要带您看到的是受到超强寒流影响 日本周边海域这几天事故频传 甚至还发生了海难 详细状况连线给国际组记者郭展玉 是的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 就是由日本海上保安厅所提供的影片 这是在周二早上 一艘巴拿马籍的货轮 在石原岛附近触礁受困 他们呼叫海上保安厅 前往救援的记录影片 可以看到当时海上是吹着强风 海浪冲击船身 拍打出来的海浪甚至是跟甲板一样高 海上保安厅表示 当时的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7公里左右 这艘巴拿马籍的货船 是在日本时间周二早上9点半左右 在石原岛和小冰岛之间触礁 日本海保是出动了直升机前往救援 最后是救出船上19名大陆级的船员 其实除了这起在石原岛外海的船难之外 还有一艘注册在香港的货船金田号 也在九州长级外海110公里处的海域 是向日本海上保安厅求救 日本内阁官方稍早也召开记者会说明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昨天午11时15分 这本海上保安厅获报 是立刻派出两艘巡逻艇到场救援 而且因为事发地点是临近南韩的府山 南韩的海洋警察厅船只也传出是前往现场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这艘货船是原定在今天下午抵达南韩的人船港 不过却提前在昨天的晚间是在长崎外海 疑似因为触礁 现在整艘船已经沉没 现在船上22个人 还有9个人下落不明 南韩和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正全力搜救中 以上最新奇形主播 金马导演杨丽舟在经历北极艰困挑战之后 又再度展开极地挑战 这次踏上的是南极探险行程 在世界的最南端徒步350公里 比想象中更加辛苦 除了跟极限天气 还要与粮食等资源匮乏的情况来对抗 整趟长征探险更是与自己还有大自然的漫长对话 导演希望透过纪录片《无边》鼓励大家去找寻内心中的那片南极 顶着零下二十几度的低温 在全世界的最南端前行 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史考特探险队 尽管完成探险任务 却无缘成为世界第一个抵达南极点的队伍 但这样的勇气鼓舞了台湾一支探险队 在2018年出发前往南极 也成为金马导演杨丽舟尽头底下的主角 其实他们一打开基本上就是南极了 那之前那边的记组人员就说 有人跌倒或用手去撑 一支手拍照 就跌倒手撑一下 咔咔手段 南极拜拜 希望不要一下集就这样拜拜 曾经踏足过北极 杨丽舟导演的星座《无边》转战南极大陆 就捕捉这支长征队伍牵下生死状 在一望无际的南极兵院上 挑战这辈子从未感受过的极限环境 在南极一切都是大自然说了算 为了遵守南极公约规定 让整片冰原维持最原始的样貌 所有制造的垃圾还有物品 都必须全部带走 团队扎营也多了一项任务 在南极三十多天的长征挑战 气候尝试说变就变 几乎是轻度台风的风速等级 却是说来就来 但一天16小时的行程 不能因为大风就暂停 尤其对拍摄团队来说 更是一大挑战 今天风雪很大到第二了 风雪太大了 比较慢 所以大家一定有明显效果 但是我还是要停进15公里 但我会搞得上到南极点的路程 一天15公里的行程 听起来不是特别远 但在几乎寸步难行的南极 光是这样的距离 一天就会消耗6000大塔 几乎是走一天 体重就会掉一公斤 长征途中的吃饭 还有休息 就是最重要的事 因为刻苦的行程 还有高原反应的不舒服 混着眼泪 吞下高热量食物 也是队员的日常 我们在12点半下1点之后 再来看看情况下 如果会痛的话 它会写的 现在不会有什么问题 如果真的很痛的话 你就穿我一下 我就知道了 好 可以 可以喔 可以喔 看到了 整个行程几乎都是靠太空食物 维持体力 队员忙着靠想象力 说服自己眼前是热腾腾的美食 才能大口大口吞下这些 索然无味的太空餐 哇 很好吃喔 这个东西 哇 第四 二十五天啊 最好吃啊 赞 你这个业务 赞 好 一直拍 验博 他刚上你去讲什么 我不行 受不了 来 继续吃 来 好吃的食物 请继续演 很好吃喔 快点 虽然这些太空餐不够美味 但却是维持生命的重要能源 长征队一度面临补给队 来不及等物资送到 存粮不足的情况 该不该在存粮不足的状况下 冒险前进 并成为长征队面临的重大考验 他冒险十几年比赛 这早是第一次碰到 问题还蛮大的 很危险 对啊 就是关于生命安全 而体能还有环境 并非这场旅程最大的挑战 风雪当中难以交谈 等于一天十多个小时 只能跟自己相处 大量的情趣 还有各种回忆 都在白茫茫的雪地里 喷涌而出 心里要承担的重担 远比身体要承受的压力 要来得多 杨丽州导演就表示 最遥远的从来就不是南北极 而是自己跟内心的距离 无边的并不是看不到 尽头的极地 而是自己内在的世界 但就像长征队的冒险 看着过去的脚印 就能拿出勇气 一步步向前 TVB的新闻 总和报道 大陆贵州有一间超刺激的悬崖饭店 它悬于2800公尺的悬崖峭壁之外 拥有360度的全透明景观 可以俯瞰整片峡谷 是当地的网红景点 现在我要带大家去 天空之链悬崖酒店 你知道这有多高吗 2800公尺 超高 为什么有严重巨高症 我还是要爬上去 因为上面有绝世美景 天啊 天啊 绝不危险 等一下 这怎么不去 等一下 怎么躺到那个床上面去 那天还不行 床在这儿 床其实就距离我十步的距离 不要看 眼睛不要看 眼睛不要看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啊 贵州的悬崖酒店 整个房间用弧形钢架制成 外照航空塑胶膜 让房间成泡泡状 十分梦幻 加上它顾立于悬崖之外 十分挑战游客的胆量 高空的山谷 只要风一吹 还会微微晃动 这有些晃吗 加油 接下来本人回荡在山谷的 鬼哭神好 看影响观众过年的欢乐 我们就消音带过 其实我也还害怕 真的吗 你觉得晃吗 我觉得 因为可能是我们一直在讲话 然后分散一点朱力 输人不输丁啊 眼看我只距离床十步 用爬的要爬过去 当你感觉到地毯镜头时 莫名的居高症立刻席卷而来 叫瞬间就无法动弹了 这一个光链都冲两个人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勇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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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后跟 把层子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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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基本上整个都是闭起来的 好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戳过来戳过来戳过来 接下来 接下来 那那那下来 往床上一扑 抱床了吗 对 可以在那坐坐坐 坐坐坐 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坐 躺了 在哪 在那 来来 抱你 好 好 坐起来 坐起来 好 我等一下怎么回去 不是 我扶了我 好了 可以 来来来 怎么办 来来来 我扶了 我扶了 整个都还晃 感觉好恐怖 悬崖峭壁之殿 躺着俯瞰整片峡谷 360度的景观 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我确确实实体验了一场天空之脸 拍完 收工 不要问我最后怎么下去的 TVB的新闻 陈旭一 陈向如 贵州报道 人工智慧眼镜 现在能够让听障者 只要戴上眼镜 就能看见对方说的话 而特斯拉创办人 马斯克旗下的神经科技企业 甚至将人脑结合电脑 对于听不到的人而言 正是振奋人心的一刻 这真的会改变很多人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做的 英国知名蜡膜鼓励 眼泪流不停 一出声就听不见 但脸上的眼镜 却能让听众者看见声音 这款名为X-ray Glass的技术 将眼镜连接AI智慧手机 再用现成的扩增实镜 一开口就能同步出现字幕 没看清楚还能回放 灵感来自另一位创办人 每天必须和退化 听力奋战的97岁祖父 眼镜变聪明 能做的事情更多 甚至还能是个人语音管家 静望也没有关系 嗨 X-ray 告诉我什么医院说 我明天要做的事情 我们开始理解 这并不仅仅在死亡社区 移民问题 在人们有关于不同的语言 或者在医院里 有关于语语者 好的 我们看一下 目前这款眼镜能够翻译 九种不同语言 让语言不再是隔阂 而且还买得到 售价约一万多块台币 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干脆将人脑和电脑 合而为一 画面中的猴子不用摇杆 靠意念就能玩游戏 甚至还能打字 因为脑机界面技术 是由马斯克旗下的神经科技 将开发了硬币大晶片 植入大脑 能够将大脑信号转化为 机器可识别 就能控制机器 也能转化外部设备信号 让大脑识别 从外部直接干预 像是中风后遗症 或是剑洞人 透过内部或外部干预 达到瘫痪能够行走 市民重见光明的目标 我们要预备第一个人 我们要预备非常顺略 而且肯定它能够成功 预备人的预备 物宇宙金山的总部 过去不断在动物上进行测试 希望能够完成人体试验 也许有朝一日 治疗阿兹海默 帕金森室等脑部疾病 不再是异想天开 TVBS新闻 中央报道